这汪倩到底怎么回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 她就派一个小孩子来跟我们说说就完了 新闻发布会 云宽 我们要不要找他们老总直接对话 妈 这些事汪姐都跟我说过几遍了 没有问题的 你不要节外生枝了 我怎么叫节外生枝呢 明天会晤程序怎么样 我总要知道吧 明天来些什么人 我总要知道吧 不然我怎么帮你做公关啊 妈 这些事公司会处理 你不用忙 你们公司啊 到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汪倩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还处理处理什么 我得去找她 伯母 你先别急嘛 明天有我在 你放心 我放心不下云宽 明天是曼芝第一次出片 第一次做宣传 我这心里还窝口气呢 我要让你爸妈看看 没她 我们照样什么事都做得好好的 哎 喂 你小心一点拿好不好 你听到没有你 你不要那么凶了 这造型好吗 会不会太过时了一点啊 真的吗 我们这个造型 是你们老总在法国请造型师帮他弄的 若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等一下我会帮你告诉他 我觉得他一定会接受 谢谢啊 现在已经不流行纸咖包装了 得上得了排行榜才是真的 师妹 加油了 马上就要过气了 气眼还那么嚣张 转什么转呀 曼芝啊 别输给他啊 伯母 别跟他计较了 排行榜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谁怕谁啊 嘿嘿 你们对我可真有信心啊 那当然了 妈就是对你有信心 我看差不多了 我先送你们吧 我还要回公司 好啊 嗯 那走吧 停停 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 这样做好吗 你们走的路线又不同 你不要担心了 这样弄不好的 你帮不帮吗 嗯 那我先过去了 等一会你发消息给我 嗯 哎 齐轩 是来找我的吗 嗯 是啊 好久没有看到汪姐了 想找你聊 你又在忙 哎呦 我什么时候闲过呀 停停 交给江总 嗯 走吧 上去说 嗯 云宽 上班时间不见人影 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余曼芝了 我养你这个儿子 借我的事业 不是要你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孩 做跟班的 爸 她不是莫名其妙的女孩子 请你别有这种话 说我喜欢的女孩 她马上让她唱片剑 展露头角了 哼 又是个戏子 你们这对父子 哼 林冠 听你姑姑说 胡冰冰对你很有好感 所以你要趁胜追击 胡大军可是个老狐狸 双方的亲事谈不成 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合作呀 爸 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儿子 我有能力可以把公司打理好 可这不光光是娶一个 有钱有势的女人呢 你们都要我娶胡冰冰 我娶胡冰冰之后呢 又怎样呢 我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 再好的武器 没有子弹 也发挥不了战力 你就把胡家 当成你的弹药库好吧 我做不到 你是不是存心跟我们吵架啊 你们怎么老是在这个问题上 找我的麻烦呢 你这样不尽心在家族的事业上 却在上班时间跑出去约会 不是念在你是唯一的继承人 我早就把你开除了 如果姑姑觉得我唯一的作用 就是把胡冰冰取回来的话 那我不需要工作了吧 你 叫警卫 叫警卫干什么 姑姑不是要开除我吗 叫警卫进来 看着我打包 然后把我赶出公司 那你们满意了吧 于冠 你不能这样跟张哥说话 姑姑从小把你带大 她的每一句话都在为你着想 去 向姑姑道歉 你还没着想 你 我在 faithful 你保证赠判 你有一条 你参加 你 我一条 你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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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条 你一条 我一条 你一条 你一条 别生气了 你明明知道你姑姑的用 何必去记她呢 她不喜欢苏阿姨的出身 你不是知道吗 真大 应该懂点人情世故了 等你坐稳了接班人的位置 这些都不是问题 爸 我不想让曼芝 没命没分的跟我一辈子 老实说 人家跟了你这么久 我都替她委屈 算了 我也知道你姑姑这个脾气 硬碰硬了 没什么好处 好在苏阿姨懂事啊 从来不给我吵这些 这才算是稀释宁人 我呀 只爱美人 不爱江山 她爱江山 就让她掌握江山好了 老爸也没那本事 这几年啊 也幸亏她在撑着 这大片的江山 都是留给你的 伯伯 球打得这么好 我刚才和我爸爸 还在一场打赌呢 准是你赢了 我和女儿打了一场 想再打一场 她呀又嫌累了 看来呀还是儿子管用哦 林夸 林夸 你陪冰箱先去喝点东西等我们 好 这边请 林伯伯 再见 好好好 再打一碗 有件事情我一直搞不明白 是关于我的计划吗 不是 我搞不明白的是 做一个歌手的经纪人 真的比和我做一个商议的案子 还要重要呢 你放心 两者 我可以兼顾 哦 我倒要拭目以待 我 我 我 饭姐 你这样问 我就不好说了 反正 就是认识的朋友一起玩嘛 嗯 明天下午两点 在我刚刚说的那个咖啡馆 好了 可是明天你们公司有信片发混会 这我们正着 我们晚点约好吗 新人发片天天都有嘛 等待